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社交APP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回到具体的界面设计 我们首先打开上一节课已经完成的PSD文件 我们这一讲呢,主要是去进行一个消息列表的一个设定 那我们看一下消息列表的原型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消息列表 那消息列表呢,看起来呢,整体的版式呢 和通讯录是比较接近的 那比它多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提示的一个小红点 然后有一些语音的具体的消息 然后我们通讯录呢,是没有具体消息的 然后比它少的呢,就是一个好有关系 然后我们这边可能还有一个聊天的一个时间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原文件 我们就从通讯录把它通过拷贝复制一个职能文件出来 我们给它重新秘密一下名 叫消息 好,我们双击 我们先把它拖出来 我们把整个文件拉大一点 然后我们把刚刚复制出来的这个拖到右边 然后双击进来进行编辑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标题改一下 然后呢,可以把这个放大镜删掉 把这个按钮移一下位置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导航的颜色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突出一下这个消息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100多位好友和右边这个英文字母 这个是不需要的 我们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发现这个界面 因为我们发现界面右侧也是有时间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 这个文本直接拖动过来 放到这边 跟它这个名字对齐 然后再拖动到右边 和这个按钮对齐一下 然后我们往下复制 和名字对齐 这个时候我们把时间稍微改一下 然后这里面呢 时间上呢 我们可以稍微多打一些不同的时间 比如说一小时前 13 昨天 然后再复制一个一周内 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些时间呢 进行一下右对齐 然后调整一下位置 好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把时间这块已经弄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消息的内容 那消息的内容呢 我们稍微改一下 我们从这边复制过来 然后把下面这些号有关系都删掉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加一些特殊的一些标识 因为可能对方是给我们发的是一个文字类的 那也有可能发的是一条语音 发了一张照片 那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些标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打开我们之前 在这个界面做的一些一些图 我们把这些icon 我们把这些icon拖拽过来 然后颜色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给他加一段那个描述文字 比如说 对方给你发送这种立方影片 然后我们把这个按钮调一下位置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条下来 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是一条语音消息 然后我们从这边拖一个语音过来 我们把大小进行一下调整 所以我们语音消息呢 最好是从我们聊天界面里 我们把这个icon拿过来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放到下面把这个删着 我们先把颜色还是调整 这个颜色 约先保证它是统一的 然后再往下 除了语音消息以外呢 我们还可能会收到对方的一个位置定位 我们要直接从这里拖拽一个位置过来 然后缩小一点 那位置消息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 可能后面呃 他会带一些带一些地址 比如说是北京市朝阳区 呃 我们想一下除了除了除了照片 语音位置以外呢 可能对方还会给你发送什么歌曲啊 这些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放上去 意思一下 调整一下颜色 一般比如说歌曲的话 可能就是对方给你分享了一首歌曲 这样的一个消息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我们就把它缩小看一下 缩小之后我们会发现 呃 每个人的这个消息 这个地方和名字 呃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太好 就是呃 名字和内容呢 会有一些分不开 所以就是 但你想看每一个人说了什么 呃 这个时候呢 这个名字就会跳出来干扰你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一些调整 同时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呃 我们的这个语音消息 位置消息 呃 分享这些东西的 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 也就是说我并不能一眼就识别出我 对方给我发了个图片啊 发了个语音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块呢 我们还是需要调整 呃 那首先是 呃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可能比起对方发了什么呃 第一时间我们去筛选的时候呢 还是去筛选呃 对方是谁 也就是说我对他跟我说的东西 感不感兴趣 呃 是不是我的部门老大 或者是不是我喜欢的人啊 这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文字弱化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名字呢 就会更加凸显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些 这些具体的文字选中之后呢 把它的颜色呢 稍微降低一点 好 现在我们看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啊这个名字凸显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是会觉得 呃下面这个中文的字呢 字体还是稍微有点大 我给它改到20号字体 20号字体的时候呢 呃整个设计感方面呢 可能会看起来会更好一点 呃但是可能会觉得有点略小 我给它调整到22号 嗯 22号的感觉就没有20号好了 这时候呃如果是让我来选择呢 我可能会倾向于呃设计感更好的 这这种20号字体的 好 我们把这个文字呢 把这个文字往左活动 对齐一下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啊 呃这个地方比如说语音消息 位置消息 呃还有这个图片 那我 我觉得呢 从我个人来讲呢 我还是希望他们的规格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我就给它改成分享图片 然后这个改成语音消息也可以 那这个是 比如说叫位置定位 那我尽量是希望这些东西呢 它是统一的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呃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改成呃分享歌曲吧 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往这边拉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歌曲呢 其实就有更多的可能可以把名字 写完整了 这样的话整个看起来会更好一点 那如果我们想强化这个语音消息 位置定位和分享歌曲的话呢 我们可能给它额外加一个颜色 那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哎 马上就知道对方给我发了一个图片 那这个时候我我还需要把这个 icon和这个图片之间的关系呢 再调整一下 现在呢 icon会比后面的这个强化的这个绿色的字呢还强 那我们是希望内容为主 然后icon呢是作为辅助的 就是说帮助你去理解的 或者说点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不希望它过于强 所以呢我们把icon的颜色呢再调弱一点 我们就用右边这个文字的颜色就可以 我们缩小看一下 现在的感觉还是觉得icon会有点强 所以呢我还是把icon再继续降低一点 好 现在的感觉会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是我要给每一个 每一个人呢 头上加上啊 就是我们把平时最讨厌的那个令人发指的小红点 每次看到小红点就会非常烦 那我们在最上层呢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小红点 我们把它移动到最上面 然后给它设置成一个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后小红点呢 我们正常来讲的中国人的偏好呢 是上面还是要有字数的 然后我们复制几个到其他的 然后我们整体缩小一下 现在我们上面这个地方空白呢 有点空的有点多余 我们把整个这个消息列表整体选中之后 往上移动 把它对齐 那现在我们这个消息界面呢 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关闭 我们缩小一下 我们把这个消息列表放到我们聊天界面的左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程啊 就是我们从这个消息列表进去 然后我们点点击了其中一个人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我跟他聊天的一个信息 那这样的一个流程图 我们把所有界面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 也就会更加清楚 而且我们现在也能看到我们消息界面和通讯录界面的 就是从版式上有一种 衔接 但同时呢 我们又有不同 每个界面呢 刚好就是有统一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有他各自的一个功能的表达 然后我们消息界面呢 今天的这个设计呢 就到这里